第九课 阳光总在风雨后 课文一 王靖和孙岳聊孙岳减肥的事情 怎么又买了这么多饼干和巧克力? 难道你不减肥了? 减了一个月都没瘦下来 我实在没有信心了 如果你想减肥就得少吃东西 而且要多运动 我就是这么做的 但这一个月下来我只轻了一公斤 一个月太短了 要想减肥成功 只能坚持 才会慢慢有效果 我本来已经打算放弃了 但是你刚才的话让我改变了主意 这些饼干和巧克力送给你了 生词 你网球打得真好 还得过那么多国际大奖 每次看你比赛 感觉你轻轻松松就赢了 哪里啊? 那是你没看到我辛苦练习的一面 没有人随随便便就能成功的 我从小 我从小也对网球感兴趣 但是到现在还是打得不怎么样 你知道吗? 不管春夏秋冬 我练球从来没有休息过一天 真是不容易啊 看来我只看到了你成功时获得的鲜花 却没注意到你成功前流下的汗水 任何成功都要通过努力才能得到 只要你坚持练习 我相信你也会越打越好的 生词 网球 国际 轻松 赢 随便 汗 通过 课文三 小林和小李谈王红的成功经历 你还记得王红吗? 我在报纸上看到一篇关于他的新闻 他现在已经是一个有名的作家了 听说他毕业后放弃了律师的工作 开始专门写小说 没想到他竟然成功了 当时他的父母和亲戚都不支持他 可是他坚持自己的选择 现在终于向所有人证明了他的选择是正确的 看来为了自己的理想 放弃一些东西也是值得的 一个人只有两只手 不可能得到所有想要的东西 所以有时候放弃是一种聪明的选择 是啊 只有学会放弃 才能把自己的能力 用到最该做的事情上 最后获得成功 生词 生词 偏 作家 当时 可是 正确 理想 专有名词 王红 课文4 如果你想做什么事情 那就勇敢地去做 不要担心结果 不要考虑会不会失败 要是太看重结果 失败就会给人们带来很多烦恼 我们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做事情的过程上 这样 你会在做的过程中 发现解决问题的快乐 这是其他任何东西都给不了的 即使最后失败了 也没有关系 因为至少你已经努力过 而且我们还可以从失败中 总结出有用的经验 有了这些积累 成功自然离我们越来越近 每一个人都希望成功 可是很多时候 在成功之前会遇到很多困难 有些人遇到困难就放弃 而有些人遇到困难 却想办法解决它 对困难的态度不同 结果也是不一样的 爱迪生 就是在找了上千种材料后 才找到了能点亮电灯的材料 取得成功的人 往往都经历过许多失败 他们和普通人的区别 就是他们都坚持了下来 所以就算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 我们也要做出百分之百的努力 困难只是暂时的 阳光总在风雨后 只有我们勇敢地面对困难 才能有希望 才能有希望取得成功 声词 专有名词 爱迪生 别瞎 别瞎